这部编自维尔斯的同名科幻小说 《世界之战现代版》第一季 这部神剧终于要告一段落了 末日来临胡豆为了救前妻 无意将现任推下楼的真相告诉了弯豆 他无法接受现任被前夫害死的事实 胡豆差点就被这母老虎干费了 但最后还是放了他一马 此时青豆和红豆在同一时间遇见了怪物 怪物在他们面前简直就是一只宠物狗 他们同时用手触碰怪物头部 脑海中浮现出两人在一起的画面 恰巧这一幕被怒火冲天的豌豆看到 他拿着枪朝着怪物像老痒痒一般的射击 怪物也禁止对着豌豆发起攻击 豌豆被击中倒地 事实告诉我们御事要冷静冲动式魔鬼 剑撞红豆连忙向前极力劝你 硬是给奄奄一息的豌豆补上了一刀 胡豆看着死去的豌豆 懊悔自己不应该说出真相酿成大火 另一边青豆害死刀豆一事被母亲知晓 因为当时刚豆目睹了全过程 他只好告诉母亲那天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得知母亲被亲弟弟刀豆玷污 也清楚刀豆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我大一灭亲又何错之友 一番争执后青豆赌气跑了出去 毛豆担心儿子的安危 于是叫上刚豆一起外出寻找 途中却遭到了怪物的袭击 他们躲进了一间断了垫的冷藏库 看着这么多猪肉兴奋的口水直流 怪物闻香赶来 他们拼命抓着门把手 拉屎的力气都用了出来 危机时刻 青豆拿枪将怪物打倒在地 毛豆见到这么优秀的儿子非常自豪 然后三人组队前王与姜豆的家人会合 看上去就像是一家三口 如果这一幕被云豆看到 估计这姜豆可能要变成肺豆 红豆随着怪物走进了一间飞船 在飞船里发现了大量的婴儿 他继续往里走看到一个诡异的男人 男人伸出手 看着男人手上的图腾红豆瞬间傻眼了 因为他在自己手上也纹有一个一幕一样的 到这里那么第一季就完结了 在这一季里也埋下了很多伏笔 比如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人 红豆和青豆到底是什么关系 怪物为什么要抓这么多婴儿 它们又为什么要攻击人类呢 所谓的外星人到底长什么样 种种一点还是让我很期待第二季